官方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内幕节目,我是宇童 在前面的节目中,我们谈到了中共党内正在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大决战 谈到张国焘、王明暗指何人的谜底、揭晓,引起很多朋友的兴趣 因为中共党内的这场政治斗争,时间跨度之大 涉及的人物之多,斗争之复杂,阴谋之诡秘,超乎各位的想象 可以说关系到习近平和他政治对手的生死 为了能够尽量地把如此复杂的一个故事讲清楚 因此我们要一步步地为大家揭开这个谜 有的朋友在前面的评论中提到中共口口声声说的张国焘、王明 可能是这个人那个人 我们暂时不做评论 请随着我们的讲述、分析 大家共同来欣赏这台大戏 上一期节目中,我们谈到了傅政华于10月2日落马 也提到了今年的2月1日 西藏自治区公安厅党委召开肃清孙力军政治团伙流读影响专题会议 其中泄露出重要的信息 称孙力军政治团伙大搞阴谋活动 具体细节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还请大家再去看一看那一集的视频 什么叫大搞阴谋活动 图谋政变形刺习近平才叫阴谋活动 这四个字可以说是目前透露出来的最重要的信息 从西藏自治区公安厅透露出来的信息中 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目前已经全部具备政治野心膨胀 搞政治阴谋活动 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这几个大标准了 政变二字呼之欲出 说到政变就勾起了十年前发生在中国大陆 同时也震惊了世界的一幕 这一幕现在看来如同一个历史的转折点 很多事情都是从那个时间开始转变的 然而这幕大戏太过纷乱繁杂 令人眼花缭乱 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只能在某一个时刻 看到某一个局部 而不能看清全貌 2012年2月6日 王立军末路狂奔 前往成都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 并把携带的文件与有关秘密情报告诉了美方 无数人都在好奇 王立军究竟交给美国方面什么情报 2014年初 香港开放杂志网站刊出 卓永康政法系土崩瓦解 拜登将王立军密件送习近平帮大忙的报道 法广就此采访了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先生 请他谈谈这个内幕消息 金钟说 在十八大前 王立军不是进了成都美国领事馆吗 当时他就将他收集准备的一些 有关中共还有薄熙来的很多秘密资料 留在了美国领事馆 习近平在2012年6月 曾经以国家副主席的名义访问美国 拜登在会见习近平的时候就明确地告诉了习近平 王立军交给美方的这些资料中 有周永康和薄熙来等人密谋发动了一次夺权政变的计划 说是一个计划 但同时已经开始行动了 这条消息从北京方面也得到了证实 台湾关键评论网在2020年报道 北京党政人士指出 王立军在成都告诉美方的情思 就是薄熙来与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的政变计划 按照原本规划 如果王立军事件没有爆发 薄熙来在十八大成为政治局常委的几率非常高 届时联合已经退休的周永康、郭伯雄等人 发动逼宫 把习近平权力架空 或是让他直接退位 由博州集团掌握中共中央 关键时刻 习近平于2012年2月14日出访美国 美国方面把王立军告知的政变计划 亲口告诉了习近平 北京党政人士说 这对习近平来说 有如晴天霹雳 就在那一刻他才知道 他想当朋友的人其实是敌人 他当时原本想跟周永康合作 希望掌握庞大公安国安系统的周 能持续支持他 与此同时 美国媒体《华盛顿自由灯塔》也曝光了王立军移交美国的薄熙来、周永康的政变计划 他们拟定了一个完整的攻击习近平的计划 该计划在中国新年后实施 计划是通过海外媒体释放出对习近平的各种指责和批判 削弱习近平的权力 然后帮助薄熙来接任政法委书记 薄熙来掌握武警、公安系统后 时机许可时 强迫习近平交权 另外 当时大纪元独家获悉 王立军交给了美国政府大量关于中共内幕的各类机密资料 还有关于中共镇压法轮功的相关资料 其中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内幕的秘密资料 关键评论网还报道 从美方口中得知政变计划的习近平按兵不动 持续着外事访问行程 就在2月16日 中共政治局常委开会 讨论薄熙来在重庆放任妻子谷开来杀人等事情如何处置 在北京的常委共有8人 包括胡锦涛、温家宝、常务副总理李克强和中纪委贺国强 主张依法处理薄熙来 但属于江泽民系统的人大委员长吴邦国 政协主席贾清林、李长春和政法委书记周永康 4人反对 形成了4比4的对峙局面 人在国外的习近平接到来自中央书记处的保密电话 他投下关键的一票 站在胡锦涛这边 最后以5比4通过了查办薄熙来 习近平惊险接班后 以反贪大举捉捕博州集团的人马 同时让自己不断集权 随着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的纷纷落马 随着习近平一步步从江系手中夺取权力 人们渐渐地认为习近平的权力已经稳固 甚至有人说什么江系 江泽民都快死了 然而八年之后 一场罕见的政治风暴席卷了整个中共政法系统 2020年 中共历史上罕见的一幕出现 大批的中共政法系官员 大批的中共警察主动投案 受到法办 这一切似乎和孙力军、傅政华 他们有着密切的关系 2020年4月19日 孙力军突然落马 4月29日 傅政华被正式免去司法部部长的职务 此后转任全国政协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 而三个月后的7月8日 习近平的这系亲信 中央政法委秘书长陈一新 宣布启动在政法系整风的运动 用中共官方的说法 叫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按照中共官方说法 这项针对中共政法系统的大清洗 从2020年7月至10月完成试点 去年全面铺开 一直到中共二十大前的2022年的3月结束 仅在试点期间 中共全国政法系统至少有十余名高官落马 其中包括两名省部级官员 看来试了试觉得还行 这场中共政法系统的所谓整风运动 在去年2月份正式开始了 在2月27日的动员部署会议上 陈一新明确强调 要深刻汲取一些政法领导干部 严重违纪违法 特别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政治规矩的教训 彻底清查搞团团伙伙 结党隐私的两面派两面人 彻底清除政治隐患 去年的8月16日 中共全国第二批政法队伍 教育整顿动员部署会议 在北京召开 总结第一批教育整顿情况 披露出惊人的数字 全国向纪委监委主动投案的 中共政法干警近2万人 立案审查调查 涉嫌违纪违法干警49,163人 采取留置措施2875人 综合运用四种形态 处理处分干警178,431人 不仅如此 中共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运动 也逐渐蔓延到退休的政法高官 外界注意到 进入去年7月份 中共官方公布的政法腐败个案 都涌现在退休数年的 厅级官员中 而且似乎并不是偶然现象 比如说 这些落马的退休高官 有黑龙江省委政法委原副书记沃领生 2018年11月已经退休 河北省纪委原副书记马玉禅 一度担任河北省政法委副书记 省610办公室主任等 2019年1月退休 河南省司法厅原厅长王文海 承认河南省政法委副书记 省610办公室主任 2017年6月退休等等等等 这一现象 令无数中共政法系统退休高官 惶恐不安 还有更加重要的一点 习近平似乎正在命令 他的亲信 在这次中共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中 倒查20年 甚至倒查30年 这个观点的依据 是中共纪检监察报 去年6月份报道 对1990年以来 全国监狱系统 检刑假释战与监外执行案件 进行全面排查 查制了一批违规违法 检假战问题 依法纠正近30年以来 违规违法 检假战案件10279件 倒查20年的 不仅仅是中共政法系统 2020年2月28日 内蒙古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要求 开展煤炭资源领域 违规违法问题专项诊治 对涉煤腐败倒查20年 2020年3月26日 国家能源集团公司在北京召开内蒙古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诊治工作落实部署会 会上透露出习近平为此还做了所谓的重要指示批示 但是没有说明习的批示内容 据说对于内蒙古官场来说确实是不小的震撼和警示 2021年3月5日在内蒙古代表团参加审议时 习近平谈到能源腐败问题 称说 拿着国家资源去搞行贿受贿 去搞权钱交易 这个账总是要算的 报道称当时会场一片激进 今年的3月15日 人民日报在其头版爆出习近平的一句话 倒查20年彻底揭开区域性系统性腐败的盖子 证实了倒查20年这一要求来自于习近平本人 也就是说 习近平要求分别在中共的政法系统和内蒙古的腐败问题 倒查20年 甚至是倒查30年 如果按照倒查30年计算 习近平等于是要求从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开始 掌权支出开始查起 这针对谁已经显而易见了 时间过得很快 讲到这里 已经到了节目尾声的时间了 我们在这一期的节目中 讲了十年前的薄熙来 周永康计划的那次政变 也讲了十年后 发生在中共政法系统的这场政治风暴 或许会让您开始对这场大戏 有了一点点轮廓 但是 相信一些朋友已经发现 这场大戏早已经远远超过 孙力军政治团伙案的本身 说实话 真正要是铺开说 将涉及中共的军队 政法系统 金融 宣传 各地领域 我们将暂时专注于其中的一个领域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 我们会继续为您讲述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对手之间的 这场大决战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帮我们点赞 新来的朋友 请点击订阅按钮 并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了 以上是今天的中国内幕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